大家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跟帮派有关的东西 我们帮派的每周活动到底在做什么呢? 这是大家可能会有的疑问,可能也不会有的疑问 那么就给有疑问的你来做一个简单的解答吧 其实在我们玩到现在已经将近有七十几天的时间 七十几天没有具体的去看 我还是发现在我的帮派还有包括就是有观众留言说 他们玩了蛮久的,但是还是不知道帮派活动到底在玩什么 说真的,如果你没有具体的去了解帮派的活动在玩什么 主要还是根据帮助啊,指挥官啊,就是帮派的管理来安排 他们喊组队的组队,他们喊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玩游戏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比较明确的知道一下 我们一天当中,就一周当中到底有多少的帮派活动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首先呢,我要来做一个我每天的日常 对,这是我刚才已经复制好的部分 作为很啰嗦的帮主,我每天都要跟大家发一下 我们今天的时间线到底要做什么 比如说今天是星期天,我们要先喝酒啊 喝酒是我们每天这个七点半必须要做的事情 到七点的四十分之间哦,这个是作为一个帮派成员 跟你想要玩这个游戏,对帮派的主要贡献 就是帮派的繁荣度啊,帮派的这个活跃度啊 这帮派的喝酒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所以呢,这时候会跟我们帮派成员说 那今天还有帮派的boss哦 就是我们在这个七点三十五分的时候他会跳出来 七点四十分的时候他会出来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海河战云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帮战的部分哦 那帮战固定是八点,星期天是决赛 然后呢,我们再来就是导演就是海河战云哦 它是一种很延续性非常非常强的部分 还有因为我们这个今天胜负令重制的马论 就要开始重新打了哦 那我就跟大家说我们的胜负令 还有就重制多少代要打完 那明天呢,要升七十二级 然后还有新的装备 然后包括我们帮派进来多三个 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 因为今天星期天其实还要再发另外一封邮件哦 这封邮件发完之后 好的,我再去复制一下 我准备好了,我都会先打好 星期天要发邮件会比较多一点 星期一跟星期天的时候 邮件是最多的 还有就是最多是星期一跟星期五跟星期天 星期一呢,跟大家说星期要做什么嘛 然后还要提醒大家要吃什么喝什么吞什么 星期一要做完的事情不要拖在后面 然后呢,星期五提醒大家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星期天啊,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就星期天要做什么哦 这个邮件它是不能重复发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发 还是来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时间线到底有什么 就是我们的现实活动之后都有现实线哦 我来简单跟大家去讲一下 每个活动到底是在做什么哦 首先来到我们第一个就跟帮派有关的活动 其实星期一的那个印堂精英战 你说跟帮派有关系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它是跟团队有关系的 就是一个团,没有40个人 然后大家组队去打我们的印堂精英哦 在我们的地图上呢 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 跟印堂精英相关的这个首领 它五条线都有 那我们组队就是45级以上 然后去打 然后每个人最多可以拿两份的奖励哦 当然了,印堂精英还有个额外奖励 叫伤害奖励 就是你两份拿完之后还想打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组团继续打 那伤害前三名还有伤害的奖励 当然啊,打这个很累 你不可能三个人组队 一定会死的 所以一般我们打完两个就再见了 那在我们九服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还是会有帮派的成员 来组团的部分来打 现在我们帮派就组两团 那还有第三团的人 那不组40个怎么办呢 就等我们一团的人打完之后 就是有事的人先走 然后可以留下来帮忙打帮忙打 然后没有组的人加到队伍当中 我们再帮忙去打boss 就说明我们的一团当中 就是要比一般的人多打两只boss 但是可以帮助帮派的成员 拿到生意的奖励 因为你去世界上跟其他的野团组的话 就是不处于帮派的部分 其实你很怕打不死打不完 或者他打一只就不见 会很纠结 所以其实我还是会建议帮派当中 要去安排一下这件事情 反正你们都是组团嘛 那都组了 就是大家都可以做完任务 都拿奖励不好吗 然后这个奖励部分 还有我们的石木 然后还有我们的 这个相应的 你看这个还包括 有机会拿到钥匙 一周要开25把的钥匙 尤其是我们三看打 你想要维持这样的进度 不然就是你功力升得上去 但是会有差别 但是你没办法维持 这25把的话 至少一半吧 我们的蓝纹 有没有升 就跟你打得痛不痛 真的是关系非常的大 因为其他部分大家都有 那我们的差别就来自这里 我们课金的东西跟这有关 好了来到星期二的部分 在我们的这个仙剑联动的更新之后 我们的活动的时间线也来 跟我们的陆服完全贴合了 已经跟我们的陆服是贴合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有些时间和活动 有相应的调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来到星期二的时候 一样是喝酒 喝酒我们就不说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的这个帮派活动 有分接通性跟答题嘛 接通性跟答题 那就是只有135是接通性 然后246然后是答题 它就是三三开啦 然后答题的部分 就是你不会打 只要复制就好了 它会有海和令哦 海和令当中 可以对外很多的东西 尤其海和令到后期 能换得更多 我们现在显示不出来啊 但是海和令后期 可以换很多东西 尤其可以把帮供换满 就以现在来说 没有出神病的情况下 你一个星期参加完 所有的帮派活动 就能把海和令里面 所有东西都脱干净 而且可能还会剩 记得你有脱干净吗 好了 这是我们现在 还没有出神病的部分啊 有神病的部分的话 脱海和令的东西 就还是有所减少 好了 这是结通性呢 就是相同的颜色 会有三轮 你要去给它 解裤子 解衣服之类的 然后到相同的颜色 才能获得我们相应的海和令哦 这个就不用详细的说 应该大家比较了解 然后再来到这个江山条阵 我们俗称叫帮派boss 就是排名前几名的 这个帮派 打完这个boss之后呢 它给的帮派的拍卖的东西 比较多 就是我们会去拍卖 会有分红嘛 但如果你不拍卖的话 就是一般小的帮派 没有人拍的话 它会变成绑点啦 就是我们比较大的帮派 像我们帮派 除了绑点还有金票 那这就是打boss的部分 这个应该也不太需要 很详细的解释吧 然后下面来到 是关于这个 宵夜针锋的部分 宵夜针锋的部分呢 它是就是 战阵营的部分 就是你要占那个 我们相应的一个领地 我们地图上有很多的 不同的这个地区 它都会有两个 可以占的地方 你只要打赢这个boss 然后输出超过50% 这个王派 然后就会属于 全王派都会有相应的奖励 然后在这个地图上 我们的相同的阵营的人 都会有获得相同的buff 所以我们帮忙在挑 我们打的阵营领地的时候 就是地图的时候 都会挑 我是青龙阵营的嘛 就会挑青龙阵营 他们没有打的 然后可以最大程度上 让所有的这个 我们的阵营的人 在我们相同的 不同的地图 都会获得相应的buff 当然了这个 我们如果 我是一开始在打 天峰的那个阵营的部分 然后有天峰的 玩家的打手来帮忙打 但是因为有一些 变动商的部分 他们现在已经 不当我们的打手了 我们青龙打天峰的 这个会比较难打 你知道吗 难打很多 因为他有那个 就是所谓的debuff的部分 所以我想有点痛苦 好了这个部分呢 通常都会分团 就是40个人 就是一个叫精英团 这个我有分精英团 跟普通团 就是我们像帮战的 主战场团 跟副战争团 为什么呢 那个因为打完 宵夜争锋之后呢 因为其实 以我们现在的功力 只能最多打到两个 要打到三个 真的很难哦 然后打完这个 知道宵夜争锋之后呢 其实就OK 要等时间嘛 下面来是跟精英有关的 这是由精英来参加的 宵夜决战的部分 那这个宵夜决战的部分呢 是他是推荐 一个团队 是1到40个人 但是宵夜决战很特殊哦 是精英就可以参加的部分 那我们一个帮派当中 排除管理哦 就是排除我们的长老 排除副帮主 排除指挥官 排除家人 还包括排除帮主的部分 然后精英总共可以 进到这个地图 是50个人 所以我们的 我们会再打完 这个宵夜决战局 宵夜的那个 阵营的定战完之后呢 我会再去新增在线的人 然后到50个 加上所有的管理进去 大约在57 58个左右 对 我们要进去打这个boss 那这个boss有分三个boss 一个是中立的 然后一个是分天风跟冬月的 就是他有阵营的部分 那个天风跟青龙的 他有分阵营的部分 一样是伤害最高的帮派 然后获得这个奖励 那我们的青龙阵营 如果去天风阵营 就是打的话 就是他们是红名 就是要开杀啦 那去中立的部分 那大家都一样 都是开杀 一样就是阵营 这是阵营之间的对决 但是跟帮派 也是有关系的 所有的帮派有关系 就是跟精英有关系 然后你要组队 然后他获得的奖励 是属于个人部分 跟帮派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是我们要有一个组织的部分 我们要习惯有一个组织 这是一个很团队的游戏 不是个人的游戏 个人游戏就PK吧 好了下一个 我们的天龙的战产 它就跟帮派没有关系了 只是大家可能多少 这个天龙战产 简单讲一下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 可能人不够多的关系 大家能组到人机的不多 然后大家可能会去组队 会想我们五个人组队 会比较方便 其实是OK的 尤其是金兰组队 会有BUFF的加成 但是其实在陆服的部分 如果你是单人组队 很容易 就是单人去匹配 你很容易匹到人机的部分 人机是不是就比较好打呢 但台服什么时候会实现 不太知道 所以就根据自己的需要了 然后我们的星期三 原来有品鉴会 对不对 自从渐单八荒结束之后 就没有品鉴会了 所以呢 大家知道 下一次渐单八荒 什么时候吗 下一次渐单八荒 是在12月8号之后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 请看转值单 转值单上面 有特别的明确写 下一次渐单八荒 是什么 你很期待吗 我超期待的 我想要海河令 不过那时候 我们应该将近快要 就是八十多 就是卡九十的时候了 然后呢 下面呢 刚才讲说 星期四的部分 来到了我们的帮派的部分 来到我们的帮派的 这个初赛 帮派的初赛呢 就是有这个 分主战场跟副战场了 我想这个应该 大家会知道 主战场是精英 才可以进去 包含管理的数字 一共只有四十个人 那副战场是没有限制的 那唯一限制的是 临时帮众 不可以假落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 跳槽任何的帮会的话 请大家就是 跳槽 最优跳槽时间 就是星期一的 晚上七点半以前 然后或者是 星期天打完 海河战云的时候 就是所有活动 结束之后 那种跳槽 然后或者是星期四 就是星期四的活动 打完之后跳槽 这样子会比较好 就哪怕你就是 星期六那天 就不想这个帮派待了 你要忍着 因为你跳槽到别的帮派 你是不能参加任何活动的 这样你会很亏 就是你会少掉一天的奖励 就跟晚上有关的奖励 这个没有必要啦 你想走 你还不能多忍耐一下吗 当然也是 就是我们是一个 还蛮挤少成多的游戏 对大家特别注意了 好了 来到我们的这个帮派出赛的部分 来自星期四 哦 漏了一个奖 星期二我先讲回来 我们的星期二 像新增了世界首领的部分 世界首领不会出现巴蜀金虎 燕云跟徐海 他通常是以帮派为单位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有 阵营为单位之类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是世界首领 对于我们现在的功力来说 我们跟你讲 一个帮派打不死 他的奖励是 对这个boss的伤害 前三名的帮派获得奖励 而且这个帮派的成员 必须还要在这个地图当中 必须哦 然后摸过这个boss 他才可以拿到这个奖励 然后这个奖励就是看到 有天涯令啊 有心法啊之类的 这个是随即的 他到底出什么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 为什么有说这个帮派的部分 有帮派跟阵营之分呢 因为就是当你的天 天风阵营跟青龙阵营 如果有争端的话 他们就会抢boss 这个时候就是 还会开阵营模式 PK 就是你不可以 就是boss是全服都可以打的 就是以帮派为单位 那我们会通常建议大家 帮派可以去约一下 自己的友邦哦 就是我们肯定有外交嘛 友邦 然后我们就是 相约一起去打这个boss 会比较快 那大家不要开帮派模式 开阵营模式 才不会扫到 我们相同阵营的人哦 哦当然就像 我在陆服的帮派的话啊 就是陆服的部分 我们那个一帮独大 他的世界首领 是不量给别人的哦 他们全部帮派模式 全部凯撒 就是要么他们第一 要么他们第二 就全部都他们 都拿到奖励哦 所以我们目前 伺服器还是没有啦 但不知道 其他伺服器有没有哦 所以帮派这个 世界首领的部分呢 他不会弹任何的提示 你要记得 他有世界首领线 而且他就是在这个 他完全不会提示 完全不会提示 所以呢 这个帮主要好好去规划一下 好了 我们打完这个帮派出赛的部分呢 帮派包战这个不用讲嘛 就来到领地争夺哦 领地争夺是我们的 星期四的六点开始 就有这个拍领地的部分 有帮主啊 副帮主他们可以拍哦 那你有拍到的玩家呢 就会有这个 如果没有拍到 没有占领的这个帮派的话 就会少这个部分的资源 因为我们的伺服器相对 就是比较温和 所以我们就 大家就拍下去后 就占领那个资源 就吃那个资源就好了 尤其能占到 总多分多的资源会更好 就是有相应的什么 天涯令海河令 那领地争夺的部分 也有分主战场跟副战场哦 所以呢 大家组队也要进去争夺的部分 就是有分主副 那我们通常是没有对手 进去发呆的 你可以进去唱歌什么的啊 什么表演才艺 然后我们呢 这个打完 这个修 这个我们的领地 这一段就来到 我们的阵营的首领哦 这个部分呢 就其实有一点 对 不是精英团体的团队 不太OK 因为副战场的人 他们来打 他们是拿不到讲义的 因为主战场的人 精英功力都输出很高 所以呢 我们他总共就只有 我们就 青龙只能打天峰的三个 冬月八输近乎 那我们的天峰只能打 徐海 青春跟开凤哦 当然了 我们的青龙会是可以去干涉 天峰他们 打不了那个boss的 对 就是让他们少拿奖励 他们没有成长 然后我们才会成长比较快啊 这就是一个游戏的玩法 那我们通常就是 功力比较高的帮会 通常可以拿到两个的boss 就是比如说 一团在一个地方 另外两团在另一个地方 但是你要记得 因为一定有一个团 是没有奖励的 所以会有点亏 不过吧 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你成长比较快 然后功力相对较高 然后在精英团队当中 当然会拿到一定的奖励 那我们首先要保证 我们帮派的精英团队 可以拿到这个奖励 就算不可以 其实有的时候 相同的帮会 就是参加一下活动啦 所以有些帮会 他们是没有参加这个活动 原因是因为 明知道自己拿不到 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 提早下班 这也是一个方法啦 就是游戏快乐玩 不要搞得这么痛苦 然后来到的是 天下标的部分哦 天下标的部分 其实跟帮派 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只是说 大家可以 就跟帮派当中去组团哦 在星期五的时候 在海河洲的部分 海河洲右边的 那个传送的地方 就要需要六个标记 不要忘记了 还有我们的这个 彩虹警力哦 先要答对五题 然后才会选 你被选中 还会有机会再被选中的 而且有奖励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好来到星期六的部分呢 这帮派的这个复赛 这就不用解释了 好这是修罗战场的问题 哦 昨天经历的第一次 修罗战场 应该说台服的第一次 真的快死了 全程 全程二十分钟 二十五分钟 我都在呐喊 哇哇 就是这叫 这个天涯鬼抓人 哇真的是很痛苦 但是为了龙柱 大家还是坚持下去 这个是在 我们的星期四当中 如果你的领地 是站在我们的总舵 还有我们的中立 就是三个位置 就是一个 青龙的左边一个 然后就是中间 围着那个修罗城市 跨幅的部分 然后会跟另外三个帮派 一共四个帮派 一样是精英四十个人 然后可以进去的部分 然后参加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应该是 历史上的今天 天涯明月到M年 最累最辛苦的 真的玩二十五分钟 全程无尿点 就是 不能停的那一种 而且因为闪退的很厉害 又不停的在闪退 然后进去闪退 进去 哦 我的妈呀 好 它的奖励就是我们的 海河力跟帮供的部分 然后来的星期天 那除了决赛呢 就是我们的海河阵云 它要是海河令的部分 就是 通常它会推荐团队 团队 团队活动 对不对 那事实上 这个团队活动 是在帮派驻地 海河阵云 它没有离开帮派 那怎么能叫团队呢 这就是帮派活动 那这是关于我们 日历上显示的一些帮派活动 可能你还会有一些问号 然后我们来发一下 第二封邮件 叫 星期天 特别提醒 帮助真的很辛苦 像我这种碎碎硬的帮助 诶 我没有复制到吗 好 我再来复制一下 我不比较喜欢 就是去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到底一天要做多少事情 然后我们需要干什么 像我会提醒说 今天我们要确认一下 什么东西买完没有了 什么都要耗尽 要捐拿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什么东西要买棍啊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是属于会去提醒大家 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有蛮多人 怎么讲 可能习惯有人给他安排吧 如果没有安排 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好 那帮派活动当中呢 有来到一个 帮派委任的部分 帮派委任呢 我们的帮派是怎么成长啊 靠大家捐银粮 然后靠大家的繁荣度啊 就是我们的繁荣度 还有威望来提升啊 看到没有 就是有帮派资金 跟帮派的繁荣度啊 帮派如果没有繁荣度的话呢 它就没有办法提升 我们帮派技能的等级了 大家在帮派当中 会看到我们的帮派的管理 就是我们要生 它依靠的是繁荣度 跟帮派的资金 这些我们的商城 就是帮派的商城 能开更多 就是海河令的部分 那个通汇房啊 用海河令那个买的 一般小帮派 应该都能升到三级 它可以要求没有那么高啊 还有帮派的科技啊 这三个科技 比如说大家获得我们的 我们就是 剩这个建筑 需要消耗的时间 需要消耗的资源 还有包括我们的 反而威望的增加啊 就是威望也是很重要的 它是有帮派的排名 还有包括这次玩法技能 在当中我们的 强攻助手跟绝杀 在帮派的帮战当中 还有一些就是 团队帮派玩法当中 它是非常重要的 打Boss它也是可以快的哦 但它就会消耗 我们的帮派行动力 所以我们最低是 五千就可以还了 那因为我们还没有 生下一级 就是快满了 就是我们的帮派 快要变穷光蛋了 现在免账还有一点钱 所以大了 我有钱的时候 可以捐一捐 然后就是 不用要求 每天要捐多少啦 在比如说 你有五万的时候 你就给它捐个一千 一千到五千 你愿意的话 那如果你只剩下一万 那你就捐个五百 那你可能就只剩两三千 那捐个五十 何乐而不为 因为帮卖是靠大家 集体的努力捐出来的 而不是靠某个人 捐的特别高 所以我并不太推荐 大家疯狂的捐 就是该捐的捐 然后呢 这个帮派委任 部分是每周一跟周四 中午12点开始 然后每周一跟周四刷新 所以一周要做两次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是我对我的帮派的成员 唯一的要求是 喝酒跟帮派委任 其他的不参加损失的是你个人 不是我们 所以我没什么话想说 然后 你要尽力去做到这个事情就好了 那在这个帮派委任 刚刚刷新的前三十分钟 有三倍的名望获得 我们每周能获得了 名望就是五百上限 但有排名奖励 虽然排名奖励有点三牙缝 但是大家还是要坚持下去 好 这是帮派委任 这个非常重要 还有来到许愿书的部分 这个许愿书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生十二级 下周才要生 所以我今天可以开五万的生平许愿书 它能获得帮供跟海河令 可以让你买到更多的东西 那许愿书呢 一周只能开一次 然后周六或是周日 然后它是七点半说开始可以开 然后十点之后就不能再去祈福了 所以我们帮派成为友人 就是那种 我已经就许愿书超过时间 然后刚刚睡醒 或是忘记之类的 所以呢我们这还是要记得 许愿书千万不要忘记 因为这个是你贡献出来一周当中 然后所要回收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忘记呢 好了 以上就是所有跟帮派活动有关的活动 不知道我讲了这么细碎 你有没有听懂呢 希望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